雷神的这个机器我去年开箱过同款硬件部分没问题 但开箱过程中发现软件调教有问题 厂家呢很快就改进了 这个呢是他今年的新款是i913900HX 有X完全不一样 要好的多的多 开箱机械革命那台机器 我对这个CPU留下印象非常好 8个大核16个小核 性能很强 已经约等于台式机的i713700K了 显卡非常重要是RTX4060 是今年开箱的第一款4060的机器 机器呢是我从渠道里自己定的不是恰饭 机器的包装箱有点重 里面这个盒子有点好看 我去年的款型呢应该是没有区别的 这里有一个鼠标的标志 立刻的样子机器有点重 这是右边 这是背后 这是左边 那一共有4个USB口 4个出风口 单手开合可以 平开合的角度 底部呢 嗯两指吧 机身的刚性很好 难怪好 它是C面折弯过去的金属 机器会有点重 触摸板和键盘的手感正常 有两个回车键 电源适配器230瓦 650克2640克 比机械革命的4080的机器都要重 但是游戏本重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它的性能 脚垫在桌面的阻尼感很好 机器的小鼠标和出风口都有光效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控制台里面可以自己设置光效 新的模式有三个 我放在狂暴上 独显之连已经打开了 壁纸还蛮好看的 CPU就不重复了 它是8个大核 16个小核 一共32个线程 PL120 110瓦和130瓦 BIOS版本是1月18号的 五线网卡是支持WiFi6的X201 内存是三星的单挑的16G4800 那它是为了以后的升级考虑了 硬盘不知道是什么 是512G的 屏是京东方2560×1600 240赫兹 有独显之连 显卡是3072的扩大数 128B的显存 位宽 8GB的容量 GD6的显存 系统信息里面看是140瓦 那频率不应该很低的 这个核心规模比3060度低 那就看它频率 等会核显的规格比较差 是32EU 它这个模式蛮吵的 其实也没干嘛 单条内存40G每秒 其实也不错了 老版鲁达斯的跑分 新版鲁达斯的跑分 其中显卡40亿万分 工业软件测试 表格里面红色好 绿色不好 稍差于3070Ti23多核的跑分 是27000多分 高于矿式一点点 也不确定 也许这个机器重就重在散热上了 也许这个性能差不多是在台式机的 i5和i7之间非常强了 已经最左边的是目前AMD 最新的最高的笔记本的CPU 只有一般的跑分 单核的跑分是2124 也超过了矿式的同款CPU CPU的调校非常棒 厂家在这方面是有明显进步的 其实不怕有问题 有问题以后 及时的修正就是非常值得保奖 其他的CPU跑分自己看一下 硬盘的跑分 西数蓝盘的水平 稍好一点 跑3DMark的时候 显卡的频率基本上是在2.5G左右 那比上一代的产品在一点几G 那是好很多 显卡的跑分是10359 应该说刀法还行 在笔记本的3060和3070Ti的中间 明显赶不上台式机的6750XT 13600分高了一档了 核心规模和显存位宽都低于3060 但是跑分却高于3060 那就是工艺带来的提升 就频率带来提升了 讲究不当讲的 芯片厂家的毛利率 或者说降价空间 应该高于上一代产品 连续跑306025最大值是4432 没有比上矿式 最小值是4365高于矿式 插值只有66很好 把30轮总额相加以后 超过了矿式同款的CPU 也超过了一点点台式机的i713700K 目前最高的是最右边的7950X 如果给这个机器插两条内存 还会有一丁点性能的提升 格式工厂剪视频的时间是79秒 比矿式的同款CPU快一秒钟 插两条内存 起码在快一秒钟 最左边最快的是59秒 是台式机的7950X 最右边最慢的是一个笔记本的 AMD的8核16线程 用剪映剪辑视频的时间是51秒 该跑的对镜跑完了 开始烤机 现在是130W 大小和频率3.7和3.2 温度83度 比矿式要好 环境温度22.1度 烧烤了42分钟 已经足够久了 CPU是110瓦 大小和频率3.5和3.0G 温度很好 81度就是有点炒 双烤开始 显卡的频率是2.52G 96瓦 双烤是CPU降频了 降到48瓦 温度也降了69度 大小和频率2.0和1.9G 它风扇的速度好像是跟着CPU走的 双烤时反而噪音变低了 人的位置55.4分贝 机身上59分贝 插线板上195W 显卡的频率没有变化 2.5G 温度还可以69度 94瓦 双烤是CPU48瓦 71度 大小和2.0和1.9G 现在已经烤机了一小时27分钟了 马上单烤 单烤显卡还是2.5G左右 66度 95瓦 我们再回头听一下它这个单烤CPU 有60几分贝 摄像头的效果 基本印证了它风扇的速度是跟着CPU走的 屏幕亮度 544 517 523 487 515 539 487 162 188 养生器 开始跑游戏刺客青条英灵店的最高画质 96帧 我说严格点 在这个游戏里面超过了笔记本的3070Ti 3070Ti是88帧低8% 注意这是笔记本3070Ti 台式机3070Ti高很多是118帧 笔记本的3070Ti跑分是超过4060的 但是4060帧数更高 最左边是笔记本的3060帧数低很多是60帧 低37% 台式机的6750XT是120帧高25%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机器是单条内存 如果两条内存 应该帧数还会高几帧 继续古墓丽影 显卡的频率一直保持在2.5G 74度 CPU也在2.4 2.5G左右 68度 138帧 还好刚才讲的严谨一点 在这个游戏里面 笔记本的3070Ti又超过了4060 但是笔记本的3060还是低很多 是101帧 CSGOGD画质 帧数还可以744帧 地平线52K的最高画质 这个帧数明显好于3060 67帧明显高于笔记本的3060的40帧 甚至比笔记本的3070Ti也高了一帧 台式机的6750XT是94帧高40% 前面跑的游戏来看 是明显好于笔记本的3060的 赛博空客2077和以前一样的设置 你们看这个机器就没有像蛟龙16那种 一顿一顿的感觉 70.65帧 这个帧数已经很接近笔记本3070Ti了 最左边最低的是笔记本3060低20% 台式机的6750XT是高18% 荒野大标客2 60.9帧 笔记本3070Ti是66.8帧 高10% 这个游戏我没有跑笔记本3060 台式机3060是54帧 那笔记本应该再低一档 这是战地51920×1080的最高画质 这个帧数应该有概念 差不多已经远远强于3060了 差不多已经是笔记本的3070Ti的帧数了 这个CPU在游戏里的频率比较低 如果换一个比较高频的CPU 应该表现会更好一点 绝对求生2560×1600三极致的画质 对着天空的帧数500多帧 跳铲的过程中200多帧 CPU和显卡的温度在80度左右 在野外跑步的帧数在200左右 最后坦克世界2560×1600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点 机器内部一共有两个风扇4条热管4个出风口 硬盘我看了一下是晶泰克 我还是希望整机的厂家能够用更好的品牌 电池63瓦时两边扬声器无线网卡 中间下面的是插拔内存的位置 可以加装内存 它插了一条 这里是两个2280的硬盘位 可以自己再加装一块硬盘 整个机器内部布局合理没什么问题 这里如果再加一个出汤胶布贴上就更好了 最后再声明一下 我不是评测机构 什么保密协议和我无关 我只是一个人去买一台机器 去陈述一遍而已 先说机器本身没问题 甚至我认为很好 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缺点是噪音太大了 这算是夸还是夸呢 就我的经验来看 我批评厂家的点 厂家是完全听得见的 这个噪音就是控制台的果 厂家很容易改进 就像我批评这台机器的上一代 它的CPU有掉的问题 人家很重视很快就改进了 这台机器甚至好于同款CPU的矿式 矿式是两条内存 机器的颜值品质感 贴口键盘屏都没问题 甚至于很好 槽点有两个 一个是重量2600多克算是很重了 第二个是硬盘 如果用原厂正片硬盘会更好 机器本身说完了 我们说一下CPU i9-13900HX是一个大亮点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适合玩游戏的CPU 很可能H是适合玩游戏的 这点只是我个人的猜想 后续还需要更多机器的开箱来印证它 显卡 我不知道这个机器的4060 到底发挥的怎么样 还需要后续的开箱 我只能说在这个机器上的4060 明显强于笔记本的3060 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的性能提升 可以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换代 没问题 首发价应该是9499 我认为和太高的CPU是有关系的 正常用或者玩游戏的话 哪用这么高的CPU呢 如果有什么型号或者品牌 把CPU降低一点 然后把价格打低1000多块钱 甚至2000块钱 那会是游戏党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再就是核心规模降低 芯片的制程又提升 那么芯片的成本其实应该是降低的 那后续应该还有降价的空间 就看NVA的脸色了